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三 台北股市收盘小跌10点 比预期中来得强很多 对不对 昨天美国股市开高走低 收盘跌200多点 很多人看了之后 可能会满担心的 没想到今天台北股市 还不错 开低上来 很多资金都回到电子股 这个等一下再来谈 昨天美国稻穷从涨132点 收盘收最低跌237点 总共跌了369点 很多人看到这样的一个下跌 都会怕 当你看到指数跌那个不够 你要去深入看细节的部分 到底是在跌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 到底在跌什么东西 这是随时我都会注意的 昨天礼拜二重要的美股报价 你看昨天里面脸书还涨 昨天苹果是平盘小跌0.4%而已 昨天英特尔跌比较多跌2% 反而AMD是大涨9.8% 因为AMD要用7奈米的CPU 来抢英特尔的市场 英特尔已经放弃了先进制程的研发了 所以它最多只能停在10奈米而已 昨天美光是跌了3% 因为市调机构预估 第二季的记忆体还会再跌25% 所以美光所当其冲 不然今天的南亚科也跌了4% WD这是全球最大的硬碟 WD跌了3.4% Sherka也跌1.3% Stratus 3D系统 这是3D列印的公司 昨天也跌2% 所以昨天半导体股有好有坏 GoPro是运动急速摄影 昨天跌了5.8% 这些跌比较多一点 昨天其实跌的焦点 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 宝桥 PMG跌2% 包含辉瑞诺华 葛兰素史克跌2.5% 这个是阿斯利康跌2.5% 这个都是生技制药 全球十大药厂 焦身跌1.3% 默克跌1.1% 里来跌0.95% 包含 这个是安静 然後這是Elegant Elegant是專門做眼科很大的 這是聯合健康中心 昨天美國的藥廠生計是很弱的 包含昨天美國的銀行股 小摩 美國銀行 花旗 富國 大摩 高盛 昨天都是跌的 所以昨天美國股市下跌裡面 生計製藥跟銀行股 其實佔滿大的比重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 才有機會開低上來 如果昨天美國的電子股市很弱的話 台北股市就沒機會了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開低84點 收盤變成小跌10點 我今天早上4點半起來 因為我每天都很早就起床 我大概都4點半 5點 就起來開始準備功課了 今天早上4點半起來看到 美國股市看了一下 雖然跌 可是製藥 生計 包含銀行股跌得比較多 我就放心了 我知道今天一定會開低 可是開低會上來 開低會上來 今天大盤的資金 60%回流電子股 所以今天電子股很強 等一下再跟大家談 這個行情反而你要注意的是什麼 你要注意的是大陸股市很強 禮拜一 負石螺數 全球三大指數 把1097檔 A股納入成分 所以當天 大漲2.7% 預估第一波會有100億美元流向中國 昨天又漲0.6% 包含今天開低0.7% 又回來上來漲0.8% 陸股已經連漲3天了 陸股已經連漲3天了 雖然國際股市目前還很亂 陸股已經漲3天了 你還注意 美中貿易戰打著打著 川普其實要檢討一下 為什麼要檢討一下 你不要貿易戰打著打著 大陸沒打死 自己反而先猛受其害 我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來看 這次5月6號美中貿易戰破局 5月6號是這一天 你看5月6號美中貿易戰破局之後 大陸股市只是打底而已 它並沒有跌下去 它只是打底而已 年限跟半年限鋪在下面 這是上陣A股 那深圳呢 也是一樣 5月6號破局之後 深圳A股也只是打底而已 年限 半年限都鋪在下面 反而你看道琼 主動挑起貿易戰的 5月6號之後崩跌下來 現在是落第二隻腳 年限 半年限也是鋪在下面 可是跌了4% 可是跌了4% 你看道琼的情況 道琼5月6號之後是下來的 樓細% 大陸是打底 大陸是打底 你知道商最重是誰 所以到底美中貿易戰誰是輸家 真難說 你看大陸並沒有因為這樣下去 到底誰是輸家真難說 你看廢成半導體 從美中貿易戰5月6號以後 廢成半導體大跌18% 廢成半導體是跌最重的 大跌18% 大跌18% 所以到底美中貿易戰誰是輸家 誰最慘 我想川普應該要檢討一下 如果再打下去 反而美股傷害會更深 是不是應該要檢討一下 如果大陸股市一直撐在那邊 美國股市一直打下去 一直破下去 得不償失 對不對 得不償失 以目前看來 美國似乎是比較吃虧的 人沒來 廢成半導體反正大跌掉18% 台北股市這一波也是蒙受其害 我們這次美中貿易戰開始打之後 正好從最高點下來 我們樓八八點 年限雖然已經破了 半年限在下面救援 還好我們現在 台北國際電腦展來了 我們電腦展來了 電腦展來到底有沒有幫助 當然有幫助 我昨天特別給大家看了 2019台北國際電腦展 從5月28號開始 我研究的時間密碼裡面 這一張很重要 每年6月的電腦展跟股市的關係 這很準的 我昨天已經給大家看過一次 再重複給大家看過一次 你要記得 每年6月都是一個關鍵的轉折 如果原本漲 電腦展開始就變跌 如果跌就會變漲 這個轉確率幾乎百分之百 你看民國95年6月電腦展 原本跌勢變漲勢 96年電腦展原本相形 電腦展開始之後就發動一波大漲 97年原本多頭 電腦展之後變大空頭 這是97年 98年原本大漲 電腦展開始壓回了1000點 所以電腦展本身它是一個改變 至99年空頭 電腦展開始變大多頭 100年原本大多頭 電腦展開始變大空頭 很準的 這次你要學校 每年6月份你就賺大錢了 101年空頭 電腦展開始變多頭 102年多頭變空頭 這很準的 104年多頭電腦展開始變空頭 105年原本漲電腦展開始壓回了一波 壓回了一波 你看去年也是啊 去年原本多頭電腦展開始變空頭 所以去年我6月2號開始 全面放空 對 6的 40檔地雷鼓 緊接著7月份又來一次 40檔地雷鼓Part 2 我去年6的分開始 全面放空 全面放空 會員賺很多啊 會員賺很多 松剛賺最多 電腦12機跌停板 那這次電腦展來了 這次電腦展來了 電腦展前跌了800點 會不會由電腦展開始做一波新的開始 這兩天特別注意喔 這兩天特別注意喔 改變的開始 你看昨天跟電腦展有關的股票 昨天跟電腦展有關的股票 已經開始在動了 昨天漢遜 立台 清雲 印太 這是什麼 這是五大主題 AI 物聯網 5G 區塊鏈 創新新創 電競跟XR 這些公司是卡板廠 區塊鏈跟電競 區塊鏈跟電競 昨天已經開始在動了 我跟大家講過這幾機 因為業績太爛 林肺營代會員操作我的習慣 業績爛的 投機的我一概不碰 你再強我也不要 我寧可找那種業績很好很穩的 慢慢走 慢慢談 安全 安心 比較重要 今天換誰 中環 萊德 這次都有參展 中環漲停 萊德也大漲 浩新也有參展 漲停 源泰也有參展 大漲6% 這次總共有1685個廠商 5500個攤位 創下歷年來攤位最多的一次 每年都在成長 電子股這兩天資金開始回流了 你看電子股我在4月份的時候 我在四月的時候我就說 漲高的都不可以碰 甚至於你可以逢高空業績爛的公司 我當時在4月18號 我四個十八號 美中貿易談判還沒破局之前我就說了 20檔地雷股 20檔地雷股 全部都可以空 全部都可以空 你看我在貿易戰還沒開打之前 4月30號我就開始在空了 金財4142空 位數3840空 對不對 5月3號 聯亞空單 穩茂空單 位數空單 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在空了 你看聯亞300空的 去幫來 穩茂 217 218空 漲上來214在空 是不是幫來 這個第一季獲利都很差 金財41塊空的也幫下去 位數39塊空的 板彈38在空 也是幫下去 破局也會破局 可是這個時候不能再空了 電子股已經半天七萬不好空 不要再空了 電腦展開始 但是趕快鎖定底部的基優股 這次的道具也不會算 鎖定底部的基優股 布局才會賺大錢 你看我最近 你看我最近 負勝用被納入 MSCI成分股之後 天天漲 天天漲 165 167 168一直去 大盤樓賺100點 大盤樓賺100點 他每天漲 171 174一直漲 175 昨天創新高 今天飆漲 今天一天大漲了5.7% 上市以來漲最多的一天 你看從被納入MSCI之後 大盤跌他無動於衷 外資一直買 外資一直買 今天創新高噴出了 創新高噴出外資持股才13%而已 本比才10倍而已 不要再稍微 不要再稍微 你看我在週刊的稿子裡面 是理財週刊 977期 5月17號到5月27號 我在週刊的稿子裡面 我在週刊的稿子裡面 也是推薦高爾夫球甘投 對 副生應用 我推薦的時候 當時沒想不到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想不到 我在週刊也是推薦這一檔 對不對 給讀者 推薦的時候是不是飆漲 我當時推薦的時候在哪裡 當時推薦的時候在這裡 因為飆漲 你知道我副生應用買多便宜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們買多少你知道嗎 副生應用 今天佔上150元底部完成了 空手想要加碼的150開始買進 賦生應用154買進 我154買進 我154就開始賣了 你看看有沒有 賦生應用154155買進 159160161 我一直在買 一張都不賣 163 167 169 174 175 179 今天附陣運用已經來到 今天附陣運用已經創新高 來到181了 我是1500就一路開始買起來了 所以我喜歡買底部股源就在這裡 我喜歡買底部股源就在這裡 買底部安全安心 底部的基優股 我可以安全的買 安心的抱 開心的賺 你看我對1500開始買了 我從150就開始佈局了 對1500開始買了 現在已經升到183了 已經升到183了 我對1500就開始買了 150就開始佈局有沒有 150 145就開始一路佈局了 還會再漲 會再漲 會再漲 我今天買了兩檔 大家想像不到的股票 這兩檔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痛 很多老師已經說得不敢說 我今天開始又出手了 國劇 今天是第62天 華興科今天第三十天 有這兩支股票的 有這兩支股票的 等一下用心聽喔 環球精今天第27天 環球精今天第27天 有環球精的 想要操作環球精的 趕快來找我 有國劇有華興科的 想要聽國劇華興科的 等一下用心聽 等一下用心聽 這段廣告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這段廣告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操作重視基本面 精選高成長公司 配合獨創超盤法的量價時間 角度趨勢轉折與循環 掌握底部起掌 與高檔轉折賣出的 穩健獲利模式 跟著老師的角度 就能邁向財富成長之路 立體來電 02-239-239-88 02-239-239-88 華興投顧 華興投顧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嚴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信的態度 提供每個客戶 最高品質的投資建議 誠信專業負責 引領您投資市場 反敗為勝蓄積財富 投資的事就是華興的事 華興投顧 02-239-239-88 02-239-239-88 華興 林老師 25年操盤經驗 精神掌握國際股市 深入台股產業研究 操作重視基本面 精選高成長公司 配合獨創操盤法的量價時間 角度趨勢轉折與循環 掌握底部起掌 與高檔轉折賣出的 穩健獲利模式 跟著老師的腳步 就能邁向財富成長之路 立體來電 02-239-239-88 那239-239-88 華興投顧 中文字幕提供 歡迎來到現場 我喜歡買底部股 是有原因的 買底部基隆股 安全安心又會大賺 你如果去對賺的 專門在搶強勢股的 那個風險其實都很大 買底部就會安全安心大賺 不要去迷戀投機股跟機差股 那都很危險 養成買底部股的習慣 你可以擋擋賺大錢 你看負勝應用 我對1500元就開始賺了 1500元就四個假賣 一路買上來 我一張都不賣 155 154買 160 161 你看今天多少了 183.5了 183.5了 還沒刷 已經賺了三十幾塊了 還沒刷 買底部股股就有這種好處 現在電腦展開始 可以多鎖定一些 電腦展有關又賺大錢的 維穎這次也有參加展出 基本上就探金的工資 未來不管是AI或者物聯網 5G都需要用到資料中心 大型資料中心 所以未來訂單很多的 17天 17天 上來 這個只怕不押回 押回都是買 今天跌了7塊錢 難得喔 很難得喔 想要操作高價股的 維穎買點在哪裡 注意喔 很難得押回讓你有撿便宜貨的機會 對 劍頂也是啊 第一季跟去年都寫新紀錄 獲率都創新高 這個都有固定時間在循環的 你們都固定36天37天 這次落第二隻腳 落第二隻腳 第二隻腳37天 對 漲是不是開始叮噹啊 法輪調高目標價110 今天繼續漲 今天大盤開跌80幾點 他一開就翻紅了 這個就是底部肌肉股 我們來看國具 我今天開始買國具了 我前次國具做兩趟 320買395賣 押回來過年前310再買 過年後380再賣 賣完之後我就不再碰國具了 因為我跟大家講過 國具的毛利率還沒落底 你不要急著買 國具的週期23天 23天 第二個頭31天 31天之後這次下來 財報發布不好 再破第二隻腳 總共31的double62 31的double62 這就是個機會 機會來了 機會來了 雖然說他的毛利還沒落底 可是這次要配45塊錢 要配45塊 只輸大力光68而已 排第二名的 你知道以國具現在250塊 他要配45塊錢 殖利率18% 殖利率18% 我看沒有人殖利率會高於大力光 接下來開始6月份進入股東會 股東會完之後開始進入儲權的旺季 殖利率的高低會變成市場很重要的一個話題 跟吸引資金的一個對象 國具62天跌完之後 今天是第62天 今天是第62天 所以開地開始走高 接下來有國具的 上來會漲到幾塊錢 會漲到幾塊錢你知道嗎 國具想要操作的有國具的 趕快來找林合宴 國具的召集令 趕快跟著我一起做 華新科今天是第30天 華新科今天是第30天 也是開地走高 我們來看一下華新科的圖形 華新科也是23天 23天 第二個頭31天 就押回財報發佈再拉一次新高62天 所以這次62天之後 下來30天 今天也是一個轉折的時間點 華新科沒有破底 比較強 現金要配16.3元 殖利率有10% 也是很高 也是很高 想要操作國具跟華新科的 國具華新科召集令 現在大明雄沒有一個老師 敢跟你談國具跟華新科 你要操作的趕快來找我 漲上來幾塊錢是目標 漲上來幾塊錢要賣 趕快來找我 其實每支股票都有它固定的規律性 你只要這個時間密碼 週期掌握得好 其實操作起來是很輕鬆的 你看環球晶就很清楚 很乖 24 25 22 26 24 27 你照這個規矩做 24天買27天賣 24天買24天賣 你看這次27天買上來之後 27天再賣是不是下來了 現在準備要做第四趟囉 26 24 27 24 是不是固定的 25 24 26 時間到了 今天環球晶是第27天 今天是第27天 兩日之內環球晶也會出現轉折 兩日之內環球晶也會出現轉折 當出現轉折之後 又是一個新的開始 你手中有環球晶的 想要操作環球晶的 手中有國具 想要操作國具的 有華興科 想要操作華興科的 這三檔個股都是市場人氣最薄 當然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痛 很多人套 這三支股票套得很重 吉他老師已經不敢說了 只有林和彥 這兩天就是關鍵的時機 這兩天就是關鍵的時機 想要操作華興科國具 手中有的人 華興科環球晶想要操作的人 趕快跟上去腳步 召集令跟著林和彥的腳步 大部隊我們到底來走 我們一起來操作 王總補電話 打電話進來 我們到底來探集 我們到底來探集 最後祝您操作順利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切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平鋪並自負投資風險 第1章 第10話 第1章 第50話 第1章 第20話 第1章 第15話 第15話 第26話 第2章 第15話 创意比赛 精彩运通 掌握底部起掌与高档转折迈数的稳定货币模式 跟着老师的角度就能迈向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0223923988 0223923988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2392043 5404 1704 22907 1708 1707